前天网络上面谣传半导体教父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病为张忠谋 姿势体大 昨天台积电股价硬升跌了2.88% 张忠谋赶快现身说没这回事 他身体好的很 但是台积电的价量异常状况 证交所已经关注 是不是有人在放话 有没有特定的资金进场来操弄股市 身体健康的状况 这完全是空穴来风 我身体健康的很 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9号先生 就被媒体紧追着问并为传言 红光满面的张董让谣言不公自破 站着网络消息传出让台积电因此召开紧急会议 外界更怀疑可能是股市秃鹰趁现股当冲 企图以流言影响股价 在昨天中午的时候 的确是很多人使用赖或者skype等等这个部分 在询问有关张忠谋先生身体不好的一个新闻 因为时间点非常恰当的关系 对于所谓当天的下跌会有加速催化的一个作用 近两日市场盛传张忠谋病危 台积电9号股价大跌2.88%收在101元 股票市值增发近780亿 外界研判可能是近期当冲不好操作 特定人士只好在市场放出张忠谋住院当烟雾蛋 顺势了结空单 张忠谋健康被当成空头题材 最主要是台积电是台股最大权重股 张忠谋一举一动更牵动股价 今年7月趁法说会张董公布进行交棒 股票市值隔天就蒸发超过2000亿元 去年10月再度预告交棒 股价再跌半根停板 而日前张忠谋的太太张竹芬 在一场产序中巧遇媒体也在现场沉浸 张董绝对没有要退休 张忠谋这次现身澄清健康传言 10号股价小涨1.49%平凡 而目前证交所表示已经掌握台积电 价量异常状况将持续了解 是否有特定资金进场超弄股市 记者邱小佩林东明台北报道